侯友宜 到上 台北市長蔣萬安 國民黨議員陪同下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進場 蔣萬安打出中央地方一條心 我們要讓能做事 肯做事 會做事的侯友宜 來幫台北市排除障礙 發展建設 大家說好不好 好 當過台北市長的馬英九 郝龍斌也出席力挺侯友宜 藍營大團結 全力捍衛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 讓我們票投國民黨 下降民進黨好不好 2024的選舉 是戰爭於和平的選擇 也是清廉於貪腐的對決 我們當然要支持國民黨 這是國民黨存亡再續的 決心的一戰 更重要 我們更要支持中華民國 你們說對不對 對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再一次合體侯友宜 台灣再出發團結拼論題 這個和平的鑰匙 在侯友宜手上 侯友宜支持中華民國憲法之下的 九二共識 這個和平的鑰匙 在九二共識 我們這次1月13號選舉 關係到自己子孫萬代 如果選了賴清德 我們將面對戰爭 如果我們票投侯友宜 我們將擁抱和平 藍營大打戰爭與和平 侯友宜更強調照顧全台灣人 人民的小事 不是我們心中的大事 世間 感人好人這麼多 我們心事愛 體系人民的痛苦 我們的施政 不是只有大事 不是只有小事 都是人民的事對不對 對 從基層警察到新北市長 侯友宜用43年精力 號召民眾 扛起責任 保家衛國 力拼總統勝選 三里新聞台北報導